准备了几个小时那个肉串什么的 想烤一下家庭版聚餐嘛 结果没想到等我们忙到九点半 机器坏了 小聂住在杭州林平 他介绍这台电烤炉是2月7号 在淘宝上的原始人旗舰店买的 花了100块钱左右 这次聚餐前只用了一次 他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是电烤炉出问题时拍的 现在插牌的红灯代表着现在是有电的 然后上边 然后现在这个盘里是按他的要求成了水 然后这个管也是干的 接下去我插一下插头 没关系这个代表有电的 我插一下插头 然后打开开关 好 跳杂 接下去我将测试我的火锅 插好了吗 嗯 插上去了 好 然后插入插座 依旧红灯 然后这里也是亮的红灯 然后打开旋转 依旧是有用的 经过这个测试 很明显就是产品有问题 小聂说记者采访前 他刚刚试了一次 还是会跳闸 不过采访时又试了几次 没有出现跳闸的情况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聚餐那天电烤炉一直不能用 菜呢我本来是想用空气炸锅处理一下 看能不能吃 但是炸出来的话一堆油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得不太好 就后面也没法吃 就最后都倒掉了 小聂说自己不怎么下厨 烧烤的食材一共花了130左右 自己拿到后腌制过 不方便做其他处理 当时已经停晚了 家附近没什么餐饮店 最后朋友们没吃上饭就回去了 小两口洗碗洗锅一直忙到半夜 客服呢当时没有直接说是 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 他就说了一句说是产品问题 让我把东西寄回到他那里 但是我就跟他讲了 我说那我今天是约了朋友来 是聚会的 那其他我不说 你能不能把我菜钱报销一下 因为我其他的我根本做不了吃的 商家客服当时提出的方案是 退货退款再补偿小聂50块钱 他说自己正在气头上 没接受 又联系了淘宝客服 前后和两名客服进行了沟通 结果第二个客服呢更敷衍 没法处理问题也就算了 他还说 我说那第一个客服转给你干嘛的 你是什么部门的 他就直接说了句我是在线客服 我给你的处理方案只有这个 就是不停地让我申请退款 我说维权申诉的话 后面我需要怎么做 而且东西寄回去之后 我就相当于手上没有什么证据了 那我需要该怎么去做 或者保留什么东西 他也没有给我处理 他就说了一句说 这个问题我处理不了 我说那为什么第一个客服转给你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同事为什么转给我 就这一句话把我惹毛了有点 对我们两位同事的一个就是服务态度的问题的话 有提交了进行了投诉 我们平台的话也是积极在处理当中 同事的话 这边的话也是给到了相对应的一个处罚 给到就是只有两位同事了 至于电烤炉的问题 淘宝客服说会再联系商家沟通 记者联系上商家一位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电烤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需要寄回厂家 检测后才能知道 现在没办法判断 至于小聂的要求 他们会再和小聂协商看看 后来小聂反馈 商家提出烤炉先用着 后续仍然享受质保 再给他130块钱的红包 他接受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